原定在5月母亲节要举办的 异国妈妈创意四级活动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延后到5月底才来举办 活动现场也邀请了县长徐真卫 表扬新住民妈妈们 现场33个摊位 有来自中国、越南、印尼、泰国 原住民等地方美食和手作的商品 除了借此四级 为新住民妈妈来增加收入 也增加乡亲和新住民妈妈们的交流机会 由花莲县新住民人文发展交流协会 举办的109年异国妈妈创意市集 31日上午在市中心的 花莲新住民学院登场 33个摊位有来自越南、印尼、泰国 中国原住民客家等地方美食 及手作商品齐聚 这些新住民妈妈们 嫁来台湾都有一段时间 除了已经逐渐习惯台湾花莲的生活 也透过协会互相联系彼此的感情 其实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母亲节的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边新住民比较多 所以我们把它延期到这个月底来办 我们有很多异国妈妈需要表扬的妈妈 但是大家是说因为疫情 使很多人就是好像工作各个方面都停摆了 那在想用这个市集来给大家稍微在收入上有一点点收入这样子 所以就把它改成了异国妈妈的市集 那今天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县福 大力的支持 我把这个想法和我的计划给到县福 那县福说这个挺好的 因为大家现在的工作都停摆了 那是说也支持你们办这个市集 给弱势的新住民一些微薄的收入也是挺好的 有大家的共襄盛举 协会才有靠身 才有力量 而花莲县政府感谢我们所有的姐妹 为花莲的稳定 以及安定 每一个家庭的安定 另外将我们非常多的文化 能够带入台湾带到花莲 让花莲更加的多姿多彩 更加的美好 原本预计在母亲结伴里的市集 因为疫情影响延后 现场也邀请县长徐正蔚 表扬新住民妈妈 感谢他们离乡背景 养了育女的辛劳 花莲县新住民人口数约有7800人 花莲县府陆续在社府馆 成立新住民多语服务中心 法律资商中心及亲子馆 而新住民学院则是希望 透过花莲地区新住民几个协会 能在学院开设咖啡班 导游班等课程 期盼协助更多新住民融入地方生活 记者蒋邦彦华联系报导